三雷町農会有很多农民回来 某某人员都要等待农业机会研修 这是农业安定基金保座的农业机会 只有三雷町農会就通过三百十八驾 这次申请的总共有三百十八驾通过 上阶或是我们的本屋申请人上阶座 它有一百零八驾 再来就是我们的肥料机有八十七驾 我们的华文车有四十九驾 要有其他的就是秀妇与中间鸡 所有的申请驾驶通过三百十八驾 在丁农会总监事辽坚府标识 农串社会有很多老农民 体力比较不好 有新的农业可以让他们不需要这么辛苦 另外少年农民有新的农业使用 也提供他们来作息的义丸 辅助人家做农业对这些农民来说 多少有给他们收藏一些 因为这些年轻的农民 对我们的农业来从事农业 我们政府也计算鼓励一些 让他们也有信心 用监控他们的负担 因为小型农业是他们每天 出境外境要用的机械 三岳粉丘这处亚特别协作农民 在新采农的农业机械去上河北 不只能够感受农业释出的机会 万一释出如果找到 也能够很快就找到主人 西罗镇就是比较 西罗地区是农民比较多 那以往这个农民积聚 在这个没有科码之前 很容易失窃 那之前我们在查张的时候 往往也发现 但是上面都没有任何的标示 那我们在查张的时候 都没办法找到私主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 就是警方也发明 这个用这科码的方式 所以很尽快的 能够找到私主 也可以降低到我们那个 带徒偷窃这个积聚的意愿 在里顿农会的农业机械研修 一直到22号十字 这段期间在里分教 都能够提供去买买乎母 记得点赞 藏伯都